近日薛之谦情感风波闹得满城风雨 几日下来依然不见有平息的趋势 9月16日 UUJuly前员工发声力挺薛之谦 并称其从未亏待过员工 并直言这件事情是吕宇彤的炒作 随后 李宇彤闺蜜DDShadow发文进行回击 称这位前同事是当时在公司被李宇彤开除的 9月17日下午 王思从微博则在李宇彤闺蜜微博下评论道 你的中文表达能力让我怀疑你是否小学毕业 9月16日 李宇彤闺蜜爆料 薛之谦曾背着李宇彤竭尽自己 你一定不会忘记你私信我的那件事情 一直都没有和宇彤说 因为我和你也没有什么仇恨 但是那时天天和宇彤在一起你都这样 这件事情之后 我只能跟宇彤旁敲侧击说要小心你这个人 而9月17日下午 娱乐圈纪委书记王思聪 则在评论中怒对李宇彤闺蜜 你的中文表达能力让我怀疑你是否小学毕业 次要立体薛之谦 李宇彤闺蜜则回复称 我只上过幼儿园也知道不要讲假话 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称 连王思聪都看不下去这群女人了 思聪也是人 也是个吃瓜群众啊 也有网友质疑道 这是在立体薛之前吗